中美贸易谈判 这一次的那个中美贸易谈判 发展下去 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认为发展下去了 不就付钱付钱付到中间 然后中国突然之间又改变主意了 说这种协议对于我们不公平 也背离了我们的原则 然后说一大番话 然后之后协议的终止 然后又回到原点 又继续谈 为什么如此 这是我认为 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我会认为未来一个半月 未来六个礼拜 这六个礼拜 假如说香港的情形 能维持得住 能坚持得住的话 局面会扭卷过来 会慢慢 中国方面会慢慢变得被动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 假如说六个礼拜 这一个半月 在11月份 我们的习主席与美国特朗普 见面之前 香港的局面 没法稳定下来 没法压下来的话 你看我们从六月份 开始闹这个事 然后后来11月 国庆没有压下来 到了11月中 或者是到了11月底 这个事情都还没有摆平 那现在基本上是全中国 新闻联播都在拼命报导 香港的这个论局 那难免14亿人就会开始看到 为啥搞了差不多半年 这事情都还没压下来 都还没稳定下来 到底是香港那帮暴徒 那帮示威者 很厉害 或者是我们国家 镇压暴力的力度 出了情况 维稳的力度 出了情况 到底是哪一边 那哪种可能性 都对于中国政府 的维稳工作 会引起很大的挑战 而那个挑战不是简单的 不是轻微的 再加上猪肉 猪肉价格高 就还是在一个高的水平 然后大家工作 也不容易找到 然后薪水没涨 通货就膨涨 然后房也不好卖了 房价也没有涨了 然后大家的工作也坚持不下去了 做生意亏本了 没钱供房了 然后 然后就会出发 出发一些 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 未来多看那六个星期 这六个星期 假如说中国政府 摆不平 那就啥事情 没有可能发生 那现在我们看到 中国政府 有没有可能 摆不平 或者是摆平了 现在它是进行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 先让整个事情 先让 就让它自由发展的一次 先让这个事情 让它自由发展 让它逐步升温 到达一个废点了 它才可以出来 进行镇压 现在是逐步在升温 所以我会 我会 就 呼吁 我呼吁就是 香港人要小心一点 别吴登登 当了 临时演员 义务的临时演员 没发工资了 被人家 就 就 就 拿来 拍自己的电影 大陆的人 只要有一口饭吃 都不会起来造反 是不是如此了 我会认为 我们不要这样扁 这样扁 这样去扁 大陆人 其实全世界的人都如此 你问一下自己 我们问一下自己 我今天我有饭吃 其实你要我出来闹 我觉得动机不强 假如说我不断在卷钱 而且是卷大钱 你出来闹 我还要反对你 这是很正常 人都是自私的 管你 管你民主啊 什么的话 假如说 对我有利的 情况是对我有利的 额外 要我付出 然后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美好 这是善事 这是善事 这是额外的事情 但是不见得 不见得 就我们本身已经活在 在获得很大的利益基础 之下 我们会为了 全世界 或者是其他人类的自由和平 而牺牲我们所有的利益 不见得会如此 人不是这样 现在开始多一些人进来 可以留一些言 大家查 大家假如说想要讨论 问一些问题的话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会进一步出现什么事情 香港方面 我会认为 现在已经有一刀 大家看视频也可以看到 在新闻报道上面 就有一个警察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在人群当中 吴顿顿被人一刀 刺到他的脖子 受了伤 那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这不简单的 我希望 我希望未来的发展 不会造成 警方方面 不会造成人命上亡 不会造成这个世界 很难说 很难说 因为 现在很危险 然后呢 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你说那些人肯定是香港人吗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 真的有可能 不知道他的身份 但是事情是发生的 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吴建霞 假如大家看完内容之后 感觉可以的话 请按下那个订阅键 然后呢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打赏咖啡 谢谢大家打赏 谢谢